《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B 这一集 B 这一集, 我们发现换言一生 忽然间, 由腎仔医师, 又转为我们的姑娘 姑娘, 你好, 美妙的姑娘会扮花 所以我们《烈大夫》真是美女如云 我们这些不是开玩笑的 全部都是女儿 是的, 全部都是美女 但是小心, 语言语 好像Wallace 说的语言语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找到姑娘来呢? 因为我作为《烈院长》的情况下 我们肯定要有一些美妙如花的姑娘 来陪陪我们的绿叶和鲜花 即是我是绿叶, 你看到我绿色的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今集就要讲一讲 探讨一个女性非常关注的问题 就是如何令到你的皮肤变漂亮 好了, 别介意姑娘 姑娘本身是美貌如花的女子 但是, 来到现在 它虽然是很美貌的 但是, 我们看到在花板上有点点点 这些点点, 如果它可以清除了之后 它就能够令到它厌光四射 那我们如何务求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就是需要由内之外 由外到外 即是好像我们史坦尼夫斯基教授 我们的演技效果一样 这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发现得到 很多妙龄的少女 她的肌肤上面 尤其是面珠丹, 拳骨对落 这些位置会常常有些暗瘡的状况 那我们问一问 凌姑娘, 很凌的姑娘 很凌的姑娘 你这个粒粒 通常是和你的生理周期有没有关系? 都有的 即是泥前泥后都有少少 泥泥是什么呢? 是惊奇 即是女性的生理周期 这个前后就会特别容易起 但你自己平时会不会有做一些面部护理的情况? 都有的 已经在做的 是在做的 你今年才十八九岁 即是我说的 其实两三年前的情况 其实是否容易起乎的? 没有那么多 但因为熬得已多 就开始爆了 为什么这么晚睡呢? 因为生命成我鬼 因为生命成我鬼 生活逼人 热气 即是上火 是的 愤怒 情绪管理 是的 现在香港人情绪压力非常大 你不是depression 你就容易愤怒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妙龄少女都容易爆瘡 暗瘡情况非常多 这些位置 中医角度有分的 其实脾胃熟干 干火 脾胃伏火 很多不同类型的热气情况 都大别容易产生 当然 如果大家以前曾经看过我的节目 亦都了解过 其实不单单热会产生的 包括有些阴虚 有一些气血药 它都会产生的 但我们可以见到 姑娘的工作压力太大 嗯 亦都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譬如晚上又要做运动 然后搞到夜睡了 晚上想着 订阅Facebook 订阅IG 订阅MeV 搞到没得睡 第二天又有个老闆叫他 准时上班 满意 满意 所以压力是非常多 不同类型的面貌 压力是其他东西 中医师未必帮助 你解决你日常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帮到你 诊断你的体质 所以我们就会应用一些 不同类型的药物 包括清热的 可以清干火 化胃火胃热 然后养阴的药物 所以大家各位留意 之后的节目 亦都会见到 盈姑娘 她以貌美如花的一个形象 真的可以变花 出现在各位面前 今晚我会收拾她几枝 药物 中药 中药是非常显著 因为盈姑娘 据我了解过 她是一个干气非常重 但同时有些干屈底子的一个少女 所以这些少女我们怎么办 首先我们捉住她的手 把蜜 好了 接着清楚她的体质 接着发现 她的肝火真的很重 但同时有些肾阴虚的情况 肝和肾在中医的环节来说 我们就叫肝属木 就是肾属水 水能伸木 这个是五行的伤身奥移 水伸木 这个意思就是 它可以产生了肝的机能 如果那个朋友仔 好像先天上 盈姑娘 又盈又重火 那她的肝火就容易旺盛 然后平常容易爆 爆什么 但她不爆我 不知为什么 懂得做 所以我们这些最喜欢的女同事 好了 我们先说一下 肝火重 所以我们知神水 知 知氧 知氧 就是补充 补充的肾水 养肝木 然后你的火就会干 所以你留意 未来一个星期 你会不会觉得 灑脱了 很瀟灑 很看开 看得远 现在香港的地方 还可以怎么样 我们当然要看开一点 所以补肾 补肾就是补肾水 肾水好 肝火没那么旺 肝火没那么旺 第一 没有那么容易热气 第二 就不会像鳄鱼那样 蛤大便 出血 这些都是肝火重 因为肝火之后 会移热到大肠里面 所以整天都是情绪 屈屈不欢 闻闻症症症 就会引起一个血便的情况 当然 我们这里公开的渠道 就不方便 就询问 姑娘会不会出血呢 哈哈哈哈 姑娘已经平日一个月要出血 但大肠方面的问题 都跟肝火有关 所以我们说 补肾水 养肾水 养肾阴 然后清肝火 养肺阴 这几个治疗方案 大体上 八九成的少女的暗瘡 都可以处理得到 其次 我们在治疗方案上 当然 我们姑娘应该都未品尝过 我们医师的一些巨型的针法 因为我们说针法 能通调经络 令到气血 可以畅通无阻 所以我们针咎 对于皮肤也非常有疗效 包括大家了解 我们的清目 有些医师 都会利用一些皮肤面部的针咎 其实它可以刺激着局部区域的气血运行 我们可以在皮肤面上 被一个信号 信号出现了 接着再利用手手脚脚不同区域 经络和月位 可以带行气血 所以面部的暗瘡 或者有些男生容易被背脚 颈子都生暗瘡 其实利用针咎 做一个止隐性的治疗 其次 可以用我刚才说的 养肾水、肾阴 养肺阴 养肺阴 清干火 皮肤自然会慢慢变漂亮 相管齐下 相管齐下 即是我们叫针药齐私 针咎和药物都是非常重要 除了医这些暗瘡的情况 其实同一时间 包括像这些少女 她那种敏诊的情况 针完之后 都会变成一只羔羊 本身已经是羔羊 真的有这样的事 但是羊是很凶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 羊是很凶的 就是我们看 National Geographic 那些羊 你一得罪它 撞爆你的 OK 撞爆你的 是撞爆你的 所以羊有时是很凶的生物 但是当然 我们懂得如何 循服这些羔羊 情绪都会变得好 应用完 我们说清干火的药物之后 很多病人 包括我们有些 两夫妻一起过来 然后老公经常投诉 跟医师说 最近我老婆又在这里散 我明明那只碗 洗得不干净 黏着一粒通粉 又在罵我两天 是吧? 女性呢? 我们明白的 要是那些男性 careless 不细心 但是 说真的 其实是一粒通粉 看开一点 你是不是这样 或是笑? 当然不是 你对你男朋友是怎样的 碗是我自己洗的 碗是自己洗的 不怪我很敏忍 记住 曾经有一个研究指出 如果男人 是去做家务 洗碟洗碗 洗筷子 原来长命些 要出街这个 真是要出街 重点 很重要的 所以男性女性 虽然各司其职 但你又不要 各位男士 各位家中男士 不要大安止意 整天扯着手 以为男人 不用做家务 其实呢 现在男女平等的世界 互相分担一下 不同的家务功绩 喂! 我又不见你 以前那个年代 男人出去找钱 女人在家 那时候你就说忙 但现在男女都要做事 我们如果不是 怎样会找到姑娘呢? 所以女生都很忙 所以男女是要平等 大家分工合作 好了 除了情绪方面的条理上 那女性呢 其实每一个月经周期 包括 好像 前前后后 月经前后 又会多几粒粒 然后有时候含龙 那个面珠灯 那些毛囊位置会红了 那这些情况呢 其实很多女生 现在都喜欢吃口垃圾 口垃圾就是 薯片 薯片 然后我常常留意她 我看着她们 我看着她们 整天下午 买了那些肥仔水 那些是什么? 珍珠奶茶 是的 珍珠奶茶 糖分高 糖分高非常 糖分高很影响 很影响的 所以我们如何呢? 索罪 然后把营姑娘 然后把营姑娘呢 又 营姑娘 很型的 又变成很美貌的姑娘 是的 那大家拭目以待 希望 一个多月后 我们会见到 营姑娘的面珠灯 她的红色粒粒 就会减少 但当然 也都是有其他的一些状况 包括如果暗瘡 其实长得久 她有机会变成隕石坑 但是我见到 营姑娘 其实就未去到那个情况 即是还有得救 但是如果你说 真的去到隕石坑的情况 其实就相对麻烦 因为我们见到 有很多青春期的妙龄少女 她那时候 开始爆瘡了 或者月经都会相对有问题 有一些是前 有一些是后 不同类型的症状 包括也会长期失眠 敏诊 面油多 有些会脱头发 然后暗瘡多 然后皮肤偶然会有些濕疹情况 或者痕痕 敏感 濕疹 是的 多的 很多不同的类型的症状 是Combination 一个组合的 所以这些情况 其实找回各厦的中医师 香港很多中医师 可以随便尋找 然后找到一个中医师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一下她和你合不合 我们俗称 好了 合了 乖乖吃药 调理好身体 等她辨证论治 然后应用针灸和药物的方式 令到你变成内内外外 都是一个完美的少女 那今集时间就差不多 下集我们 之后等刑姑娘 漂亮 我们就会再请刑姑娘出来 又漂亮又漂亮 好 下集见 下集见 再见 看完这么精彩的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 踊跃支持我们的独立网媒 让我们有能力 将知识和真相报道给大家 麻烦各位可以数一下以下的 Payme 或者转数大QR Code 帮帮我们继续支持下去 多谢各位